等了六年 粉絲終於是等到天王 把新專輯給先出來啦 周杰倫的最新專輯 最偉大的作品 將於15日發行 好消息一出 馬上就引起熱烈迴響 不只搶先釋出的同明星歌MV 觀看次數 在兩天就逼近900萬次 在大陸音樂平台 8月臨時開啟的預購 預售量更是突破百萬張 一夜超狂進賬台幣1.5億 完美成事了 什麼叫做王者歸來 而隨著預購開放 周杰倫新專輯的完整曲目 也終於公開 裡面總共收錄了12首歌曲 除了一首鋼琴演奏intro 還有先前已經數位發行過的 等你下課不愛我就拉到 我是如此相信 摩一頭和說好不哭 細數下來 整張新專輯就六首新歌 這個話題也馬上衝上微博熱搜 有人覺得他是在呼嚨粉絲 等了六年才六首 直噴歌韭菜可不可以有點誠意 但好險真正的粉絲 都很知足 說什麼叫只有 有就很不錯了 甚至找出證據證明之前 那些歌都是結倫充分 才先釋出的 意外掀起雙方論戰 不過這也證明了 大家對周董 久違發片的期待啊